事情是这样的 我看这几只狗太邋遢了 就想着给他们收拾收拾 给他们染染色 再剪个造型 因为马上天就凉快了 再不收拾等天冷就来不及了 之前给老二染的熊猫造型也掉没了 今天还是先给老二染 本着能自己动手就自己动手的原则 咱们还是自己给他们染 剪造型的话 我找了个专业的理发师 一会就过来 我买了三种颜色的染发膏 让他挑 有红的绿的蓝的 他挑不出来 我就帮他选了个红的 绚绿红 颜色非常鲜艳 这个颜色还真挺好看的 给老二画完颜色 小白狗都看腻了 别的不说 我感觉我这染发技术还是非常可以的 拥有多次给小黑染发的经验 就这个狗的毛太长了 而且长时间不洗澡有点脏 很多地方毛都打结结块的 染完了 给他放笼子里等上色 再给老三染 我给他选择的是闷青绿色 去年非常流行 并且是一个很湿毛的颜色 还是同样的路子 染完了也放笼子里等上色 怎么说呢 看效果感觉还行 不是那么好看 可能一会洗净吹干 蓬蓬进来就好看了 咱再给他整一桶温水 给他们好好的泡一泡 再挤点洗发膏 好好的搓洗搓洗 哎呀真是太脏了 好了啊 洗干净了 给他擦干 把老三染洗出来 擦完以后都给他们吹干 对不起 我都看不见 怎么撑这个 还有哪一个 实在是太丑了 直接没法看 这会儿底发谁也说来不了了 还是明天早上直接去 重物店里给他们弄吧 他没动就死了嘛 你好 重物店里不让拍摄 咱就把狗直接交给他们了 让下午再过来接 到时候看看能收拾成什么样 来 就黑 我整不上的 两碗整不了你了 那我给你染 帮子有点我摸了 这次依然还是小黑子最喜欢的 美女盆染发膏 他就喜欢这一款 这一款最好用了 搅拌均匀 5分钟快速上彩 来 摸摸小狗爪子 你是我最喜欢的狗了 嗯 小黑黑你真好摸 你真好摸 小黑黑 哎呦 这小定辈啊 嗯 嗯 真性感 哎呦 哎呦 你看这摸发 哎呦 哎呦 喝了下来真滑 真得劲啊摸下来 我都有牙切齿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种莫名的兴奋感 我们使劲搓 我们使劲上色 单小黑真帅啊 单小黑 你哪碗狗能帅 旧狗变新狗 小黑今天很配合啊 不愧是我的好狗 哎呦 怎么样老板舒服吗 好黑 你看 好 哈哈 取黑取黑 来 小黑 哈哈哈 这会儿你才是真正的小黑 啊 不是小梁啊 小梁 哦小梁 我还记得小梁 哈哈哈 哈哈哈 挺好 咋子别别弄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过去吧 回去再给他散散吧 要不 看谁回来了 这是你认识的那个好伙伴吗 手感还挺好的 哈哈哈 这俩过顺年 瘦了瘦了多紧 没雨晓弄的那么好看的 也没那么臭 背一块儿清一块儿的 耶 你 我 走 我都弄